這個檔案打開你有發現我圖層都幫你分好了 有沒有 那這就我剛剛跟跟各位講的 盡量一個圖層一個物件 一個 一個圖層 一種動畫 你以後才好 去維護 你如果沒有把它分開其實你以後會很痛苦 光找東西都不知道放在哪裡 好那我順便稍微講一下如果說你 圖層真的很多 我們在 Photoshop在Elatrice有沒有一個圖層群組的功能 他也有 在哪裡你看一下下面 有沒有這個 資料夾 你可以把一些就是說比較接近的就合在一起 那麼我們新增圖層是左邊這個 好是左邊這個 稍微不太一樣 那你現在看到門在最上面 對的如果你這樣子 用的時候不方便怎麼辦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右手邊這邊 這個是不是都會有一個三角形 如果有向下就打開 這樣就收起來 這是一種 所以每個這邊是不是都有 那如果你是要把面板整個收起來的 在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按一下這邊就收起來 按一下 下面就收起來 好就說你的面板就可以 工作區域就可以比較大一點點 好可以比較大那就看你自己 那當然你可以用你的縮放工具啦 我們昨天有講過手的按兩下對不對 Doc 它會自動怎麼樣 縮放到你的可視範圍 可編輯區 這樣就不會有超過的 好 我現在呢要來移動它 那 請問你 假設我的門 假設到20格好了 我在這邊門要做動畫要插入什麼 關鍵格對不對 好 這個 也是插入關鍵格 左邊門跟右邊的門 那裡面的東西是不是要出來 所以我下面如果說你 一個一個插入當然也是可以 那我通常都偷懶 我就全部選起來 我是不是要最後一個 有沒有這幾個圖層 往下拉 一次按F5就好了 這樣比較快 下面的內容沒有要做動畫 它只是要出現而已 我現在只有做門動畫而已 好所以 出現是不是按F5 這樣了解了齁 好 所以我現在這裡準備好了之後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來把門 怎麼樣 打開嘛 打開是往 左手邊 我左邊的門就往左手邊齁 你移動的時候 如果要 水平移動 按住什麼 Shift 右手邊的門 點到它 記住喔 我現在是不是都在第20格 練堂看到這個一樣的就要拉開喔 這樣就變關門了 OK齁 先確認一下 你在哪一個影格 打開 好 畫面先還給你 到這邊之後 我現在是要做動畫了 所以我點到中間或者是第一個都可以 反正就是不要最後一個 好 因為其實 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就是做兩個之間嘛 兩個之間 那 如果你用在這裡 它就會變成它跟後面那個之間 這樣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 只要不要最後一個就好了 點到中間 在這裡 移動 好 那麼這個 也是一樣一起做齁 移動 那麼預設的話 這個的話 應該是我之前就有做到了齁 所以你看一下下面這裡 本來這裡有加速跟減速 好 那麼現在你可以發現看起來它是用這樣對不對 其實 這個動畫目前就是會打開比較慢 有沒有 再慢慢打開 那為什麼齁 因為你來看一下這裡 點到這邊的時候 你看一下這裡有個編輯 有個編輯打開 你會發現有個曲線 那這是什麼 我先把它重設一下 如果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 以前數學不是有算過物理的時候啊 不是算那個加 如果是等速度就是這樣跑嘛 然後都會有 計算那個什麼摩擦力啊 有沒有 你看有 有齁 公司還記得嗎 哈哈哈哈 好 我先把它還原一下啦 你點到這邊 我就按從 待會你可以一樣 按一下重設 它就回復了 那 這邊的話 它是先針對全部的屬性 一起來用 就不管你 縮放啦 透明度啦 位移啊 都一起用 這個是怎麼做勒 你看喔 本來 它 就是用對應的方式 假設我移動 這個是影格 有沒有 這是影格 上面是什麼 動畫完成度 有沒有 用百分比的 本來我從 第一格 是不是要做到第20格 那這樣是百分之百嘛 就是百分之百完成 你的動畫過程 今天如果我把這個地方 往上 你記不記得這個好像我們 在調整Photoshop那個色階有沒有 啊不是色階啊 曲線啊 有一個那個曲線的那個 那個 影像功能 當我把它 往上拉的時候 相對的 本來我在 百分 第6個影格 要完成多少 大概 接近 30% 對不對 可是 我現在 調整之後 在這裡 我第6個影格 就要完成 50% 所以是不是變成前面要跑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我在這邊 把它拉的這樣平平的 拉下來 我到這裡的時候你看 這兩點做一個比較 本來我在第 差不多第19個的時候 應該要完成 90%以上的 結果到後面其實只完成 大概 80%多一點點 所以後面速度就會變慢 這樣了解那意思了 所以你現在呢 你可以嘗試看看 一個點不夠就再加 拉上來 這樣子就會 油快 變慢 那麼你要油慢變快就是變這樣 頭前把頭頭走 後面 趕路 完成 OK的齁 來你來試看看 我們剛剛調的 都很客氣對不對 點到它 增加了一個點 你就拉上來吧 那你如果 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一定是 油快 然後慢慢變慢 好 那我們先確認一下 油快 油快 就變慢慢變慢對不對 所以但是你有發現我方向都是一直往這邊走嗎 如果你像開過來又收回來 然後再回去 那你可以這樣調整 點到它 編輯 在這裡加一個點 叫它 為什麼 因為本來我到這邊是完成比較多的 結果你後面告訴我 走啊到第14格 竟然是完成度又減少 是不是它就要往回退 了解意思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 它就會 開門又關門又開門 開門 也沒有回來 又回去 左邊的門 你不要看右邊的 開門 回來 又回去 所以你 你如果要開開關關開關就很方便啊 因為以前要做這個 就一定要增加很多關鍵影格 好過去 回來 就一個 回去又一個 現在用這種曲線就比較方便 好就比較方便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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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